作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看來清風驕傲的彩虹 吹来的风鸣扬起尘骨的心肉 提名前阵铺的号角 又划过长风 踏上阵途寻找我的梦 转叶时空遨游在游戏苍冲 烧热血争战沙场 谁是英雄一步融融融冲 出发火正在入口 岸上巅峰角下视线 已经因为有我完全补充 冲再向前冲 奉我的弟兄生死云躲 静情在前方无动 冲再向前冲 为了我心中拥有的梦 转叶向前冲 袁帅 我发现你自从进入火龙山谷之后 就好像换了一个人 你说什么 我觉得你现在的能力 好像无所不能 就跟传说中的鸡战王一样厉害 鸡战王 你也相信我们猛兽族有鸡战王吗 既然他们鸡车族有鸡战王 我相信我们猛兽族也有鸡战王 说得好 你快去帮我探听一下对方的虚实 是 是 袁帅 属下这就去 洛洛 你在明 我在暗 这一次你还不输 你说什么 暴龙神 不肯派兵来支援我们吗 袁帅说 只要你再坚持三天 猛虎王自然就会退兵的 放屁 猛虎王会乖乖退兵 哼 他当我是三岁小孩啊 这是袁帅的命令 我已经传达完毕 你们袁帅不会是想过河拆桥吧 蓝毒兽 你身为我们袁帅的大将 就必须服从命令 袁帅自有他的打算 谁知道他的如意算盘是怎么的 蓝毒兽 我先告辞了 将军 我们该怎么办呢 哼 还能怎么办 只能再顶三天呗 将军 猛虎王从右翼开始发动进攻了 什么 报告将军 我们雷霆殿的左翼 也遭到敌人的猛烈攻击 哼 猛虎王 你想来个左右夹击 没那么容易 你们跟我来 尽管和我们有朋友 尽管和我们有朋友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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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嘿嘿嘿 壁雷阵准备 避雷针 防护网已经消失 攻掌 大家向前冲啊 领住城门 快给我顶住城门 大家向前冲啊 敌人火力太猛 我们顶不住了 蓝毒兽 逃降吧 免得你手下死伤惨重 谁说我顶不住 让你瞧瞧我的手段 后备隐藏能源 再来一个 你吧 后备隐藏能源 爆发将人 蓝毒兽以自杀的方式引爆后备隐藏能源 威力十分强大 好残忍的蓝毒兽 我这里有那么多的后备隐藏能源 我看你能把我怎样 我看你能把我怎样 我们暂时退兵 我们暂时退兵 那我就不放过它们了 你等着瞧吧 哼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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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强的攻击力 哎 这样子还不行 哦 这样都还不行啊 不行 其实嘛 从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们的流影电光闪 必须要用幻影般的手法弄得敌人眼花缭乱 而且还要有电光火石一样的极限速度 洛洛洛 你说起来挺容易的 可我们做起来就很难了呀 放心吧 极限风 只要有我激战王亲自操纵 你们的潜力就可以发挥得灵力尽致 洛洛洛 原来你说了半天就是在吹捧你自己呀 哎 极限风 其实你们的合击绝技已经练得不错了 最要命的还是他们的合击绝技 我 我 我们的极地杀神暴 总是不能够很好地把握攻击的方向啊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嗯 不清楚 那是因为你们虽然做到了精神同步 可是还没有协调好共同的攻击力度 共同的攻击力度 嗯 现在你们感应到的只是同时发动绝招的信号 却没有准确地感受到对方要攻击的力度 因为双方发招的力气大小不一样 发招的方向也就不确定了 哦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好像的确忽略了这一点啊 卓博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让我亲自来操作一次吧 好 好 机车战士 变形 机车战士 变形 目标 五百米外的岩石 攻击 大家准备了 坐下 其它 难道极力沙尘暴的攻击力 已经大到无法显示成数据来了吗 救命啊 救我啦 快走开 救命啊 好强的攻击力啊 好险啊 冯火轮你没事吧 除了腰酸背痛手抽筋以外 倒没什么其他事 冯火轮你刚才差点就没命了 是啊好险啊刚才 幸亏有超音速来救我 他的速度果然是天下第一啊 哎呀冯火轮你有毛病啊 没事躲在大石头后面干什么呀 还好说我听见你们要练习极地沙尘暴 还不赶快躲远点 谁知还是逃不过你们的合击绝迹啊 看来你这个极地沙尘暴 不是狂野兴的克星 而是我冯火轮的克星 幸好超音速在最后一刻把你救了出去 否则后果可真是不堪设想啊 就是啊冯火轮 你还不赶快多谢超音速的救命之恩 不用了 我只是想试一下究竟是你的极地沙尘暴快 还是我超音速的速度快 看来你们的极地沙尘暴 杀伤力虽然不小 可是速度实在太慢了 恐怕连蒙护王都对付不了 好 更不要说暴龙神了 他们的极地沙尘暴 是专门用来对付狂野兴这种力量型机器人的 不是用来对付蒙虎王的 看来他这种高手 一生俱来就是喜欢独来独往的 哼 什么高手啊 真不明白这种人怎么这么狂妄自大呀 看来和龙卷风可是天生一对 别拿我和这种人比较 若不是为了使出天羽屠龙舞 我才不会和这种人搭档呢 龙卷风 看来你和超音速之间的咯咯哒哒 还没有消除啊 这可不利于你们使出合击绝技呀 反正 只要由你激战王来控制 我们就一定可以发出合击绝技的 啊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那万一没有我呢 这怎么可能嘛 你是激战王 注定就是要和我们在一起的 哦 激战王 让我看看你究竟是什么来历 是谁 是紫龙兽 龙卷风 小心啊 下次再和你能玩儿 嗯 嗯 想逃 没那么容易 别追了龙卷风 小心有埋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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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不是这么容易就给那个子龙兽给逃跑了吧 哎呀 龙卷风 你这速度也太慢了吧 什么 要是超音速一定可以追得上 你再敢乱说 我 哎 你就会欺负我 来来来来 霹雳火 你赶快帮我教训他一顿 露露 嗯 不知道这个子龙兽来这里想干什么呀 嗯 嗯 刚才 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应 似乎感觉到 我们的数据都被他读取了 哦 这种读取数据的能力 不是只有你这个激战王才有的吗 他子龙兽怎么也会有的 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难道子龙兽也拥有激战王的能力吗 这不可能吧 如果他是激战王 刚才也不用吓得逃跑了 是啊 我曾经和子龙兽交过手 他还不是我的对手 嗯 我也不清楚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 他是来探局我们情报的 嗯 一定是暴龙神派他来了解我们的实力 然后再做出作战计划 那我们刚才练习的合击绝技 岂不是都被他偷看到了 看来 暴龙神很快就会来攻击你们时光之城了 我们时光之城现在高手如云 怕啥 就算没有你龙卷风 也还有超音速帮忙 是吧 不 暴龙神的部队拥有大量的能源子水晶 战斗力远远高于我们的时光之城 况且打仗不同于打架 我们几个人是绝对抵挡不住暴龙神的冰狼兽大军的 那 那 但我们时光之城 岂不是危在旦夕 嗯 事到如今 我们只有主动出击 来个攻其不备 哼 基地沙尘包的攻击力 果然是机车阻力最强大的 元帅 他们机车族的合击绝技 正好是我们兽族战王的克星 再加上有洛洛那个激战王带领他们 我们应该怎么对付呢 他们机车族现在空前的团结 而我们猛兽族内部 却乱七八糟的混战一场 确实不好办哪 怎么 难道连元帅您也没有办法了吗 哈哈哈哈 没办法 就凭洛洛那个小子还想打败我 哈哈哈哈 别说我现在已经抢到了所有的能源紫水晶 就算没有也可以把它轻松打败 元帅您可千万别掉以轻心 蒙古王和狂野兴都曾经败在这个叫做落落的小孩手上 我怕 行了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我还没来你们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认识他了 我还能不了解他吗 哦 元帅已经认识他这么久了吗 好了好了 不想跟你说这么多了 反正说了你也不会明白的 现在这样 你跟我一起出兵 哦 哦 元帅 您是要亲自带兵去救蓝毒兽吗 不 我不是去雷霆殿 我是要带兵去狂野之城 什么 听说蓝毒兽那边就快顶不住了 我们真的不用去增援吗 你懂什么 照我说的去做 我们现在就去找狂野兴 是 属下这就去准备 天生的碎鱼 青天 нь天 雨天 落幕又在上面 留恋 昨夜 流星划过云年 总在梦里穿越 灿烂星光点点 醒来浮现眼前 是尘封的诺言 我冷翻过大海 倾听风的思念 我穿越人世界 才想起你的脸 抬头看见 漫天浮华雪月 回眸发现 你就在我身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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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